第二个 藏传传承的修行人 可不可以一同修持真佛仪轨 可不可以让他看到 或者听到我们宗派仪轨上面的观想极可觉 照理说 要修持真佛仪轨 让他看到或者听到我们宗派仪轨上面的观想极可觉 他如果来依止真佛仲 藏传传承的修行人 来依止真佛仲受灌顶 他是可以 如果没有 那就是不可以 很简单 这个回答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